懲教署新救入的线衛号取代服务26年的舟船 接载囚犯由昂船州政府船奥往返喜宁州 新的线衛号最高时速有18海里 令到航程由原本的1个钟缩减到42分钟 新船设有两部发电机 也都提升了保安设施 我们这架线衛号上高就有10部高清的闭路电视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监控室监控到主囚仓 和这个囚室里面的情况 除此之外我们各扎门上高都装有电锁 在紧急的情况下 我们的同事可以更迅速地打开这个扎门作出反应 和增加了他们去应付危急处理的时候 上高的应急的能力 新船设有两个囚仓 每个可以载24人 另外有六个囚室 其中一个阔可以放轮椅 为残疾人士而设 整艘船最多可以载60个在囚人士 比旧船多4个人 新船上个月中投入服务 每个工作天一班船 往返起零周 下集中的转换 下集中的转换